周周選見我感興趣的女優作品 第一位 佳美信奈 這是本週介紹最純情像的作品 又雖然佳美信奈驚奇的膚質狀況令人感到憂心 但她在這部作品裡 將飾演一名經濟護理師 寄心底替病患打理住院期間的各種事物 第二位 神公寺奈婿 這部令我個人感到驚奇度在於神公寺奈婿換了新髮型 而奈婿與先生之間存在一些問題 可是偏偏接下來他們還得與公公婆婆一起去一趟溫泉旅行 第三位 豐富愛 值得一提的是 她的身高具有170公分 而本次由她詮釋的題材是 與上司一同前往外地出差 第四位 伊東沙蘭 就在看到伊東沙蘭之後 我始終覺得她的身上蘊含某種獨特韻味 但網路上與之相關的簡介少之又少 又在本次作品中 她飾演一位姿態擺得比較高的老師 將給學生帶來最專業且嚴格的訓練 第五位 鍾成奎 這次她出演一名家庭主婦 與先生一同貸款買了套房子 過著還算安逸而生活 然而這一切卻在那位加入組織的前男友出現後 被改變了